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 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也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役 那就是大王庄战役 淮海战役第二个阶段 国民党军著名将领黄维 胡脸率领的十二兵团 共十几万人 被包围在了双堆级地区 为了围歼十二兵团 中野动用了全部兵力 华野也抽掉了几个主力纵队 在双堆级战役中 最难打的就是 十八军和三十三团驻守的大王庄 十八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三十三团又是十八军的头号主力 号称是老虎团 战斗力十分强悍 最先攻打大王庄的是 华野七纵五十八团和六十团 率先冲入大王庄的三个营 迅速赶走了三十三团 十八军集中了全部炮火轰炸大王庄 最后三十三团又进行了全部反扑 最先进入的三个营几乎全军覆没 在经过了几番角逐之后 只剩下新上去的五十九团 推到西南角和三十三团抗衡 在战役紧张的时候 中野六纵四十六团也加入了战斗 最后华野七纵司令部 将警卫连也派了上去 这才彻底消灭了守卫大王庄的三十三团 敌三十三团最后连汽车兵 吹士班都派了上去 几乎全军覆没 在小王庄的是敌八十五军一个团 这个团的团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场战役 最后主动向解放军投降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